大概2014的時候 我就是剛才提到的 這一個就是說35歲 這個女孩子點心 也是等於是我在照鏡子一樣 一模一樣 當時我也是 大家都在講來自欣欣 講全志賢 講這個什麼那個外星人 那我完全我聽不懂 可是那時候就覺得說不行 那應該要接上這個 要接軌 那尤其他的劇裡面跟女明星 還有星媽之間的較勁 然後演藝圈裡面有多少的黑暗 它是連結的 所以大家都說它好寫實 一定要看 那完全插不上話 那簡直我就是職業上 我是有缺陷的 所以我就三天之內 你不是因為劇情去追 你是因為要跟這個接軌 對 工作接軌 社會接軌 話題接軌 人際接軌 我真的說實在的 所以我三天之內 我真的知道 那個幾乎上廁所也看 我倒不是 我覺得沒有那麼難 就是說還要什麼 機器我都沒有 比方說這是我的手機對不對 對 那我都會把它反過來 就這樣隨時 我就這樣架著就看 那可能這個 可能是我的流理台 這可能是我的化妝台 這可能是我 這個洗澡旁邊的那個 梳妝台等等 我就架著我就開始看 然後呢 這可能是我床邊的那個矮櫃 那我就是這樣 斜的也看 然後拿著也看 反正呢 Anyway 三天我把它追完 哇那個感覺真的很過癮 可是我要講說 突然間 我呢拿起手機 那一剎那我嚇到了 你知道整個夢嗎 對 是突然間瞬間 對 就是它是瞬間發生的 然後呢 我就想說不會吧 夢是什麼意思 整個夢夢夢 就是你好像在看不清楚 很像在霧裡面開車的那個感覺 這麼慘啊 就依稀有影像 可是沒辦法聚焦 真的 曾大哥 然後後來我想說 不會吧 我真的眼睛怎麼 什麼時候變這麼差 因為我沒有近視 跟這個三十歲年 我沒有近視 沒有閃光 我從小到大 其實我功課也不會太差 可是我是沒有眼鏡的耶 我完全不戴眼鏡 你都沒有近視 沒有 而且我也沒有戴隱形眼鏡 可是直到2014整個壞掉 結果我追劇 就老花了 多可怕啊 曾大哥 還有一次我錄影的時候 因為一般我們會看書嘛 然後呢或者是看腳本嘛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 你看我現在覺得那個字 全部都在跳 他在跳舞 然後呢 可能上面一行 都會跑到下面一行 所以不然我要拿得非常 差不多這個 差不多這個距離 是最舒適的 有時候我們其實收視率不好 其實也是你造成的 為什麼 看不清楚你還在講 沒有啦 這是很舒適的 所以後來我發現 原來三天之內 可以把一個人的眼睛給搞壞 眼睛的肌肉結狀肌 他的那個已經被他太固定了 你那時候都沒有想到這樣會很傷眼睛嗎 我那時候真的沒想到 我那時候真的沒想到 但是有事無口嘛 覺得自己年輕嘛 眼睛又特別好